好了,观众们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短道速滑的冬奥会选拔赛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次选拔赛的第二战,这是女子的500米项目的决赛 曲真宇在一道出发,曲真宇今天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都是一马当先 而且她的速度滑得非常快 二道是范克欣,范克欣四分之一决赛的速度稍慢一点 半决赛也把速度完全带动起来,应该会有冲刺分的积分到手 三道是张一泽 四道,汉玉通出赛 比赛开始 哇,起跑范克欣的启动能力真是强啊 从二道瞬间就朝到了第一的位置 看一下范克欣,曲真宇,速度都带得很快 后面的张一泽和韩玉通稍稍有一点跟不上啊 这个时候范克欣仍然领在第一的位置啊 只有曲真宇距离他的位置比较近啊 这会儿张一泽也稍稍把速度带动起来跟上来了一些 还有最后一圈 最终是范克欣第一个过线曲真宇 第二啊 最后的这个弯道出来之后 线路如果再能往里收一点 把速度带得更快一点 那就完美了 因为对于范克欣来说 要拿到这个冠军的积分啊 最重要的是能够达标啊 43秒91这个成绩必须要达到 这样你才能拿到一万分 也认为给亚《最终的事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